打开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个案例 那今天我们上午做的一个案例是一个网站 是我们这个网站首页 那这个网站首页大家应该是 这个是我们做第二遍吧 网站首页做第二遍 然后那还有一个内容我们也要做第二遍 所以第一天没来听也没有关系 那今天听了就可以了 早知道第一天就讨论回家了 对不对 早知道我也想第一天就讨论回家了 那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以后要做的一个案例是怎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这个注射页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第一天做出来的这个案例 实际上已经是比较比较好看了吧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继续把这个案例重新用 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些程式加DIV去再做一点 那这个东西呢 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跟我们早上是一样的 它是实际上也是存在于早上所讲的那个缺陷 我们现在还是老规矩 把它首先去补捉整个页面 补捉整个页面 OK这个页面就已经是补捉好 补捉好之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节奏工具中我们去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拷费进来 拷费进来之后呢 它这个里面 它我们要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页面 实际上还需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首先整体框架搭电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这一块内容我们要让这个灰色框的这个DIV 显示在这个中间 这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的 就中间这一块内容 中间这一块内容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要来呃完成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我们得来学习一下 我们得来学习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CSS中的它的一个核子模型 那在我们的CSS在我们的这个CSS开发过程中 呃万物接核子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去打开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去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呃打开一下 使用这个检查工具吧 直接打开这个检查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页面中 它始终都会有这么一块区域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子 那核子的概念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买过这个什么手机啊 啊 有没有买过手机啊 我就不相信没有买过手机啊 在我们买一个手机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盒子啊 盒子最外层是它有一个边框 有一个紫壳吧 紫壳中间是 紫壳过来一点点 是不是有这么一块区域 它是用来填充泡沫 防止手机在运输的过程中碎掉的吧 是不是有这么一块区域啊 然后在这个中间 是不是在放置我们这个手机啊 实际上就是放置我们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是有一个边框 就是一个盒子 它是有厚度的 然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 它是有一个边框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今天 这个赞马里面 我们来做一个底件 我们怎样来演示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首先去创建一个文件讲 这个02-网站速册页面 网站速册页面 我在这里面去新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这个是盒子模型 盒子模型 那新建一个HTML文件吧 那在这个里面 我去放置一个DLV 我放置一个最外层的盒子 那这个盒子里面 我去放置一个小盒子 那这个是两个内容吧 那两个内容的话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去 这个写上一个 SEN7PLUS 那这个里面 现在实际上大家看不出来的效果 实际上现在是写成这个样子 为了大家能够看出效果的话 我去 可以去把它的一个边框给调出来吧 Border 是不是写一个Border 就写的太多了 Border Border的话 直接写上一个EPX宽度 Solid Solid 然后再次给它指定一个红色 写好这个之后 那这个SEN7 我也去给它指定一个 没有 STELL Border Border Border的话 我们去给它指定一个EPX Solid 给它改成一个Grade 对吧 那这个外面的 外面的这个面框 给它指定 厚一点 给它指定一个3PX 3PX 现在呢 呃 我们再去给它指定 这个盒子给它指定一个宽度 外置给它指定 呃 外置给它指定 400PX 它的高度 高度我也去给它指定一个400PX 那现在这个手机 手机的话 我也去给它指定一个宽度 外置 给它指定一个100PX 150PX 高度 配置也给它指定一个150PX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一边上的一个效果是怎样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红色盒子里面 装了一个SEN7PLUS 那如果我想让这个SEN7PLUS 放在这个盒子中间的话 应该怎样来做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它左边和它上面去前冲这个碰网 啊 是不是可以在它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它里面去前冲碰网 首先我是得 首先我得把这个鼠标点上去 那我鼠标已经点上去了 那现在呢 我就给它填充矿漠了 那我填充矿漠 哎 是不是距离上面有限距离了 这是填充了60 60后度的一个矿漠 那我再给它左边 左边我也这个点错了 不应该点到这个border里面 我应该点到这个pending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修改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修改的是一个pending 那边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去修改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哎 是不是改成这个绿色了 这个盒子模型 能理解吗 讲到这里 实际上已经把盒子模型 它的一个内边距已经讲了 这里能动吗 上面的这个东西 哎 上面的东西在这里面改不了 我是直接用这个调试工具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内边距来修改了这个盒子模型 它的一个位置 那是不是就将这一块内容写出到这里来了 那如果我们这个剩7plus 我想做一个 写在 比方说写在中间 我该怎样来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 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鼠标 在这里面去选中它 选中它 是不是选中的是最外层的一个盒子 我如果点击它的话 是选中里面这个小盒子 小盒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上去做一个修改 比方说如果我想让这个剩7plus 显示靠里一点 我可以把这个鼠标 在这里面去点 不过只不过这个点 这个工具不太好点 我可以在这里面 我可以先把它改一下 是不是改了这个小盒子 它的一个内边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去改这个东西之后 这里面它在这个DIV的sell上面 去加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加了一个pending-lift 那我如果在上面去改 它是改了什么呢 它是改了它的一个pending-top 就是改变盒子的它的一个内面距 当然这边还有 这个什么左边距 不过左边距我们修改 看不出来效果 左边距我们看不出来它的一个效果 没有内容 那现在这个盒子四个方向跟我们这个图一对比 它差不多四个方向就有了 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我们去编写这样的一个 我们刚才改了一个叫做top还有一个lift 我们可以按照 我们可以按照这样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笔记中 我们可以去做这样一些事情了 pending 它总共是有这么几个属性 一个叫做pending pending-top pending-left 这个是上右下左的一个区区 就是在我们这个图片上看出来的效果就是 上用下左 我们可以再用这个开发工具来看 刚才我们是改了它的一个lift 还有它的这个right改了 效果没有出来 那我们直接是 这个不对啊 是在这里面去改 再来看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东西出来 这是不是改了它的一个右边的一个边区啊 然后再改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东西啊 叫pending-bottom 现在这个方向有没有看出它的一个效果 这是核子模型它的一个内边区 那有内边区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外边区啊 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外边区 要来演示这个外边区的话 那我们通常我们最好还是 我们再来写一个 再来写一个dipl 要来演示这个外边区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哎这个是 改个华为吧 华为 华为啤酒是吧 华为啤酒 那这个颜色 颜色改善 这个不改gray了 改 改个yellow 改成一个yellow之后 我们可以在在我们的这个页面上 ctrl一刷新 现在是有这么两个盒子在这里 有这两个盒子在这里 它现在是 它现在是 现在是显成这个样子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移到这里 移到这里 如果我希望我的这个 华为和这个剩7plus有一些距离 我可以怎样去做呢 哎 我可以去改变它这个 剩7plus是不是在它上面 是不是在它上面放的 我可以通过修改这个margin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通过修改这个margin 我在它上面去改这个margin 它在这个dip上面加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加了一个margin top margin top 它控制的是什么东西 它控制的是 是不是外边去啊 是盒子与盒子外面的一个距离吧 那如果我在 我如果在这里去做一个修改 我如果在这里做一个修改的话 它是改了什么东西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面不停地修改它的一个距离 它是不是 这个盒子它是距离 外面这个距离就写出来了吧 这个是它 margin top 还有margin left 那这个是这两个元素控制的 那我们实际上这个里面的话它是一样的 控制外边去 那这个的话是margin margin got 它首先它的一个语法实际上也跟上面是一样 margin什么 got 上右 right margin got这个什么 bottom 就是左边 那这个四个东西实际上就已经是有了 这个就是内边去还有外边去 这几个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 我刚才是直接通过这个工具去修改了 它是不是直接是加了两个属性了 实际上这几个属性 这四个属性都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边写 可以怎样来写呢 可以怎样来写 我们可以直接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写 比方说上面我们是通过四个属性去控制四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喷底 用一个喷底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喷底如果我写的是哎如果我写一个词体一个词 让大家看一下 它会是怎样的一个效果 我把这个东西喷底直接写到我们这个 直接写到这 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去写一个喷底 如果我直接写一个词体一个词 它是怎样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看一下 现在它是 哎我要把这个调试工具给调试出来 大家看一下 我写了一个喷底等于10ps 喷底 写好10ps 那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它的一个 四个方向的内边是不是都是10ps 那如果我再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操作 如果在这里面去写一个喷底 然后然后比方说 这一个10ps 然后再写一个20ps 我把这个东西 拷费到这个改成一个20ps 再写一个20ps 对不对 需要说我们控制一刷新 看出效果了没有 如果我写了两个东西 如果我写了两个属性 它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 上下左右都是10ps 然后这个是 上下10ps 左右是20ps 那如果我再来改喷底 然后写后10ps 20ps 30ps 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时间在这里写上 30ps 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直接用这个来看吧 同学玩意刷新 这个选中它 哪个这个 上面是10 下面是30 下面是30 又是20 那这样一个训续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笔记中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 首先是上 上是10ps吧 10ps 然后第二个是按照上右下左的训续 上右下左的训续 下 下是上右 又是20ps 下 是不是下 下是30ps吧 那 那左边没有 那左边没有 上右下左 如果左边值没有前写的话 那我会取右边值 左是20ps 20ps 那这个是上右下左的训续 那如果再来讲 喷底 10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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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ps 30ps 40ps 现在这个训续应该 现在应该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吧 上右下左的训续嘛 下左 这是一个40帧 40帧 40帧的方向 是不是就控制这几个方向 就是我们采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写 当然大家也可以用上面这种 一个一个方向去给它去写这个内容 那实际上它的一个MAGIN 它的一个写法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去再给大家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了 这个核 这个是它的一个核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在我们这里面实际上是还有一张图 是不是就是 核子与核子之间的一个距离 采用这个MAGIN属性 去控制啊 这是 这个是这个里面的